这个地方安装的部分 因为我们是没有设环境变数 所以我直接就开启那个Pipe 就是那个Squip那个路径 如果说你有设环境变数 你就不用了 你就直接Pipe install就OK了 但是之前有遇过几个问题 就是说 有同学执行那个什么 Pipe install Beautiful Enter 却发现他好像回应跟你讲说 他不知道因为你 电脑里面 灌了好几个Python版本 可能有3.5 3.6 3.7 太多版本了 然后他跳出说他不知道你要哪一个 就麻烦了 之前有遇过 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上 就刚好遇到这个 因为那边的电脑可能好几期没期 然后他那边又没有还原 没有还原的话变好几个版本 那怎么办 其实如果说有那个问题的话 你就变成说 你要强制指定哪一个Python 那怎么强制指定 很简单 你就不要在Squip里面 你就直接跳到这个3732的这个目录 这边就不是Squip 这个目录你就打一个CMD 意思就是说我强制指定的是这个目录 那你的语法就不是打那个Python 你要打什么Python Python 然后呢 这边空一格 然后一个-M 要有个参数-M 所以有点像强制指定 强制指定这个Python 去安装哦 那后面的话一样打一个Python Install 后面都一样 反正你后面 如果你要装什么 比如说那个BeautifulSup 那你就把BeautifulSup打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差别在这边 那BeautifulSup那一串一大堆 因为我的习惯就是把它复制贴过去 所以很多东西记得一定要学会安装 因为如果你不会安装的话 这CtrlS一下 那很多地方变成外部的东西 你就没办法拿来用 OK Enter这个部分也OK 所以Enter一下 那因为我已经装过了 他等于是说再去帮我check一下 你已经都安装过了 另外还有他你会常常看到底下会出现那个绿色的字 他会跟你讲说 You are using Python的 这个Version 你的版本是什么 你的Python现在的版本是10.0.1 他说 你现在最新的版本是19.1.0.1 已经available 那你要不要更新 其实跟各位讲 这个没有更新也没关系 但是你要更新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怎么更新很简单 这边不是有个语法 Python 有没有 一样是手动安装Python 然后upgradePython 有没有 如果你要选他按右键 这边有个什么标记 你可以把这一段 选起来 有没有 然后按右 好像是按右键 可以复制吗 好像不行 按右键 Ctrl C 把标记 按右键标记先把它mark 起来 那这个时候可能要Ctrl C 然后这边再按右键贴上 就有没有 不然的话 如果你 不会标记也不会 那就自己打吧 就这样而已 然后把这一串打完之后呢 他就帮你怎么样 把你的Python 版本从10 变成19而已 那你说 你不更新会怎么样 不会怎样 也是可以 因为可不可以安装 可以安装 没有问题 所以你要不要更新 那就随便 只是说跟各位讲 你要更新 也是要用手动的 OK 大概是这样 我已经把它更新了 所以 他要先把它 解除安装 再重新安装 可能会有点时间 大概说明一下 因为刚刚同友问到 好 有没有 已经sassist 有没有 Install 所以我现在Python是19了 那会有什么差别 没差别 就是只是19而已 就是感觉 升级的 好 大概是这样 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ET的类怎么办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所以有时候要自己找 找问题去挑战 像这个也是我自己随便找的 反正我就想 我Yahoo可以 那我ET today可不可以 后来发现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class 所以如果你照原来的方法行不通 没关系 你可以抽丝剥剪 有点像剥洋葱的 这一层找不到往上找 这一层找不到再往上找 找到对为止 所以怎么做 第一个 我们如果要的部分的话 是按右键 把它 这个地方 按右键 然后找到 找到的话就是 他检查 检查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里面没有class 所以怎么办呢 那我就 再往上找 H3 可是H3只会找到这一层 不对 应该找这一层 那有个DIV的class 所以我就可以 先try一下什么 这个DIV 有没有叫标签 他的class名称叫box底线2 那我也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那我复制到哪里呢 我就这边改成DIV 我不要抓那个 我要抓他外面的 因为他A里面没有class 所以我就抓DIV里面的这个box 我习惯上会怎么样 先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我要的 print 然后这里面东西 看一下有没有我要的东西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往上找 这个 执行一下 这一层里面是不是呢 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里面有没有东西 有 那这里面是不是 好像说这好像不是 我们要的东西 应该是什么这个阴阴尾压 这是有什么东西 算了 这不是重点 不是的话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就再往上一层 那往上一层这一层 我之前试过这一层不对 这一层也不对 到这一层的时候 有没有你会发现 那他其实你动的时候 他上面也会跟着跑 那也是一个判断 所以理论上 应该找到最上面这一层 叫什么 叫 叫block content 这一层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再丢到这边来 所以可能有时候 还是需要try一下 因为这东西 等于是活的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 说以后他改版 你要跟着改版 爬虫缺点在这里 OK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是不是我们要的 什么阴阴什么 看一下这边 里面有没有 这个这里面一堆东西 广告 然后 我把它ctrl 剪 这样看 看起来比较清楚 不然的话右边这太多了 把他 这边拉过来 风墙 茵茵 尾牙 吊半球 好像这个 已经有找到了 对 好 所以你可能要找一下关键字 但是里面的话怎么办 所以一层一层的 这一层OK之后的话 所以我们找的话 这一层确定OK 那我就什么 逐步的找 所以我这边找的动作是 第一先找那个 这个 就是DIV 对不对 然后我就把它 这个是第一层 SP1 然后去Find 那特别最后不用Find all 因为只会找到一个 因为这个DIV 这个区块只会一个 所以就Find就好了 不用Find all 然后把它丢到这边之后 再让他去找什么 找里面 因为很多 下一层的话就h3 为什么h3呢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话 这个block里面 我要找到这些所有的h3 所以h3的话 一个一个 一个往下找 一个一个区块往下找 然后跑掉 然后重新更新 然后一个一个 帮我全部找到之后的话 那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get回来 所以有点像剥洋葱 这一层 然后这一层里面的东西 里面有什么属性 HREF 它里面的资料就test 所以就等 第一层找到了之后 记得这边用Find H3有好几个 所以呢 你用Find all 再来的话 把里面的 那个什么 所有的A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用Find 再把这个找到 因为他很多个 再丢到SP3 然后从这里面 这么多个里面 逐一的找 这个时候就用Find 因为 H3里面 只会有一个的话 有没有 H3里面只会有一个 一个A 不会有第二个A的话 那你就用Find就可以 特别说这个地方 一个用Find 很多个用Find all 然后就分别把他里面的资料 跟他里面的那个超连结 帮我print出来 然后执行一下 OK 看一下会不会成功 这时候第一个 是不是要改了 快讯 雄本发生规模4.4 4.4还算小 看一下 是不是因为更新的关系 底下 抓到快讯去了 等下重整一下 他有时候 那个资料 没有啦 因为我没有更新 你会发现更新过之后 这边就OK 雄本 第二个 最后一个是哪一个 最后一个是上夫出国 上夫女 出国到意大利善行 什么上夫女 这什么意思 算了 就是小时候不读书 长大当记者 网路上常常看到这句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看一下是不是 没错 所以这个 这个 因为我没有更新 refresh一下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段程式 表示说我是用一层 一层 一层的去找 那以后可能蛮多地方 这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反正一层一层一层 总是会找到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 简单的就用那个直接Find All 一个A跟Class 然后里面的东西你都可以把它调出来 如果实在是你刚好Class没有那怎么办 你就去 再到他的上一层 去Find 这个区块我要 然后在Find里面的 你要的东西 如果有很多个你就Find 如果有一个你就Find就可以了 就把里面之下再调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把里面的 所有的资料也通通抓 抓出来没问题 试一下